欢迎回来台式五间新闻 美国极端天气带来重大灾情 利利诺州一号罕见遭到沙尘暴侵袭 公路的能见度瞬间归零 导致多达80辆车追撞成一团 至少造成6人死亡30多人受伤 维吉尼亚州则是遭到三级龙卷风横扫 近百栋民宅受损 财务损失初步估计达到4亿6千万台币 满天飞舞的沙尘铺天盖地 能见度瞬间归零 行车事件完全被遮蔽 利诺州55号洲际公路发生连环车祸 40到60辆小客车 还有30辆商用车发生追撞 道路两旁好几辆车起火燃烧 警方随即封闭事故的路段 消防人员顶着强风 注意地搜索每一辆车 寻找可能的受困者 现场沙尘弥漫 导致抢救的过程相当困难 沙尘暴以往多半出现在美国西南部 发生在中部的一粒诺州相当罕见 可能因为当地四月降雨只有过去一半 加上瞬间的强风所导致 极端天气带来重大灾情 维吉尼亚洲海边出现龙卷风 民众拍下了惊悚的画面 三杰龙卷风的破坏地惊人 从空中鸟看满目疮痍 民众余计犹存 根据估计 近百多名灾受损 财务损失注目估计达到416千万台币 当地政府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前面的编译